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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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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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过研磨的饲料,很快就会被种鸡消化吸收了 所以说,这饲料中的小石子是必不可少的 饲料在每天的上午十点投喂 每日每只种公鸡的四位量为110到120克 每日每只种母鸡的四位量为75到80克 饮水最好有自动饮水设施 要保证水源的清洁无污染 种鸡设内温度保持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 高于28摄氏度时 要打开鸡设内的水帘设施 通过水帘来降低鸡设内的温度 低于18摄氏度时,可以关门窗取暖 鸡设内空气相对湿度一般要控制在55%到65%之间 空气相对湿度低于55%时 开启喷雾设施 发生,要在进行免疫的前三天 来提高鸡群的营养水平 这三天里每天为鸡群补充一次复合维生素 具体使用剂量,请参考说明书 将兑好的营养水加入到肿积的营养水中就可以了 经过三天的营养强化 我们再对肿积进行免疫工作 就能够有效地保证这批疫苗能够在肿积体内发挥作用了 这时就可以使用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 在颈部皮下注射 每只肌的注射剂量为0.5毫升 每周进行一次待肌消毒 使用50%的二氯疫情尿酸钠粉剂500倍液 喷洒鸡舍 当种鸡饲养到25周零就开始有少量的产氮了 也就进入到了产氮期 这一时期鸡舍内的通风 温湿度的调控等工作都和产氮前是一样的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阶段一定要保证鸡舍内光照充足 因为增加光照可以刺激性激素的分泌 从而促进种鸡产氮 每天总光照时间要保持在18到20小时之间 如果自然光照不够时 要进行人工补光 人工补光所需的光照强度为5到10勒格斯 在产氮期的这一阶段 养殖户们遇到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产氮量会逐渐下降 话说这产氮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氮殼的形成需要大量的钙 其中25%是来自种母鸡本身的骨髓 75%来自于种母鸡的饲料摄入 当饲料中的钙不足的时候 母鸡会利用骨髓 以及自己肌肉中的钙来产氮 这种情况下 就会造成种母鸡的产氮量下降了 那么我们只要在种母鸡的饲料上 加大钙的供给 不就能防止产氮量下降了吗 种母鸡产氮期的饲料 要求钙的含量 由原来的0.5%提高到3.5% 养殖户们要注意了 只要蛋草里出现鸡蛋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需要马上换饲料了 饲味方式同样是每天上午10点 喂食一次 每日每只种母鸡的饲味量 为85到90克左右 说到这儿 您可能要问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种公鸡 要不要换换饲料呢 您先别着急 我们要再过上两周 等到种母鸡产氮率达到60%时 种公鸡的饲料也要开始有变化了 这是因为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 人工受精工作了 这个时候的种公鸡 要开始加强营养 来提高精子质量 最好的方法 就是提高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 由原来的14%提高到18% 这个阶段 饲味方式同样是 每天上午10点喂食一次 每日每只种公鸡的四味量 为120到130克 在采精过程中 每只种公鸡 每次可采精液 0.5到1毫升 每隔一天 采精一次 一般每毫升精液的精子 在40亿以上 采精后 要马上对母鸡进行 输精工作 采出的精液 要在30分钟内 全部输精完毫 每只种母鸡 每次的输精量 为0.025毫升 每周输精一次 输精48小时后 种鸡产下的 就是种蛋了 一般的乌骨鸡 年产蛋量 为120枚左右 而我们的 云阳白羽 乌骨鸡的年产蛋量 高达150枚左右 减蛋 一般是 每天下午 5点左右开始 种蛋减出后 立即送入 蛋库注存 蛋库要求温度 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 空气相对适度 75%到80%之间 种蛋最好在一周之内 就送去进行人工孵化 在孵化前 蛋盘 以及孵化车 都要进行一遍清洗 清洗好后 要干燥24小时 孵化箱 一般是采用熏蒸的方法 进行消毒 具体操作时 按每立方米空间 30毫升 37%甲醛溶液 和15克高梦酸甲 进行配比 对孵化箱内 进行熏蒸消毒 熏蒸20到30分钟左右 选择的种蛋 个头应大小适中 椭圆形 蛋壳表面光滑 无裂纹的才行 选好的种蛋 要大头朝上的 摆放到蛋盘上 然后将蛋盘 放入孵化车上 接下来就可以 推入孵化机 进行孵化了 整个孵化过程 会持续21天左右 孵化剂内 温度要保持在 37.7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 为55% 在孵化中 要定时翻蛋 入孵后12小时 开始翻蛋 每2小时 翻蛋一次 翻蛋角度 为90度 翻蛋的主要目的是 避免胚胎 与壳膜粘连 也可以增加胚胎活动 保证胎位正常 在入孵后的第18天 有经验的养殖户 就可以通过照蛋 挑出无精蛋和死胚蛋 留下合格的种蛋 进行落盘了 种蛋经过出锄期 小锄机 就可以陆续的 拙破蛋壳出锄了 落盘 是将种蛋 从蛋盘 转到出锄箱的过程 每个出锄箱内 放置100枚种蛋 然后再将出锄箱 推入出锄机 出锄期这个阶段 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 提高到60%左右 这样的温湿度 有利于除鸡灼壳 三天过后 到了孵化的第21天 大部分锄机 都已经出壳了 我们就可以将出锄箱 从出锄机中推出来 我们将锄机 从出锄箱里 挑剪出来 因为云阳白羽 乌骨鸡公母 都是混合饲养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不用进行 除鸡公母的区分了 在出壳当天 要接种马力克氏疫苗 在颈部皮下注射 每支除鸡注射 0.2毫升疫苗 可以预防 马力克氏疾病的发生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小鸡苗 转入 预除室了 在除鸡 浸射前 一到两天 我们要对 鸡舍 进行消毒 使用50%的 二氯疫情 尿酸钠粉剂 500倍液 喷洒鸡舍 还要把鸡舍升温至 35摄氏度 到36摄氏度之间 当这一切准备工作 做好后 就可以将除鸡 转到预除舍内 进行饲养了 饲养密度 为每平方米 20到30只 由于除鸡出壳时 体力和能量 消耗较大 我们要在 它们的饮用水中 添加10%的红糖 红糖中含有 肌体所需的 多种氨基酸 有利于除鸡体力的恢复 能够促进小除鸡的 肠道蠕动 和除鸡食欲 饮水半个小时后 我们开始给除鸡四位 四位除鸡全价 配合饲料 要求粗蛋白含量 在20% 钙的含量在1% 这一时期 小除鸡的生理特点 是肠胃容量非常小 所以我们要做到 少量擒天 每天 喂七到八次 不限制四位料 不过 因为刚出壳的小鸡苗 还不懂得 主动去料桶采食 我们要将饲料 直接撒在笼子内 铺设的硬纸上 让小除鸡 让小除鸡自由去食 喂食七天后 我们暂时用料桶来四位 这个阶段就可以 固定四位的时间和量了 分别在上午的十点 和下午的五点 进行四位 每日每支 云阳白羽乌骨鸡的四位量 为三十克 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们添加普通的清水 就可以了 在除鸡出壳 第七天时 要进行一次免疫 一般是使用鸡新肠液 H120疫苗 采用低眼低鼻的方式 每只鸡使用二羽份 在除鸡刚刚进入 预除室的时候 室内温度控制在 35到36摄氏度之间 每天持续下降 0.5摄氏度 直到室内温度 保持在28摄氏度即可 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60%到65%之间 要注意通风换气 具体的温湿度调控工作 和种鸡阶段是一样的 生产当中 多层龙氧模式 经常会导致下层的除鸡 比上层生长慢 这是因为养殖户们没有做到 让每一层基隆内的光照强度一致 要想解决这个难题 就得在人工补光方面下功夫了 您看 咱们养殖场的这一排灯泡 一高一低 都是按照锯齿形在排列呢 这种可以灵活控制位置的光照设施 就保证了在除鸡阶段 每一层小除鸡同样的光照需求了 除鸡进入预除室头三天 可保持每天23小时连续光照 4日0起至预除阶段结束 可保持每天17小时的光照时间 如果自然光照不够时 要进行人工补光 预除阶段人工补光 所需的光照强度为5到10勒格斯 在这一阶段 我们要经常检查小除鸡的情况 如果有发现肛门周边 粘着粪便的小除鸡 一定要注意了 这是患有除鸡白绿病的症状 我们要马上将这只小除鸡 单独挑选出来 放到空的笼子里去 对患病的小除鸡进行单独管理 在饮用水中添加土酶素 对小除鸡进行治疗 具体使用剂量 请参考说明书 管理三到五天后 等到它们痊愈了 就可以把它们换回到 原来的笼子里去了 随着小除鸡身体的不断生长 在15日龄的时候 我们要对它们进行一次分群 将每个笼子的饲养数量 减至原来的一半 因为这个阶段的除鸡 生长发育比较快 所以在除鸡饲养的一个半月中 像这样的分群工作 最好再进行两次 这样笼子内的除鸡 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 生长活动空间 这批除鸡呀 是长得又快又好 这不才出壳一个半月 各个都有半斤重了 在这个时候 它们也就结束了 育除阶段的管理了 我们为了提高 云阳白羽巫蛊剂的肉质 可不能让它们在笼子里捐着了 接下来的育成鸡管理阶段 可以选择把它们放到野外去 进行放牧饲养 菜园 果园 竹林 茶园等地方 都可以进行放牧饲养 放牧饲养能够使育成鸡 得到充足的阳光和运动 促进它们的生长发育 增强体质 有效地提高了商品鸡的肉质风味 今天我们就为这批云阳白羽巫蛊鸡 选择了一片宽敞的茶园 放牧密度为每亩100到150只 我们还要给云阳白羽巫蛊鸡 建造一个林间简易鸡舍 便于它们休息和管理 这个阶段 饲养方式非常简单 一般养殖人员只需要每天下午5点左右 四位一次 全价配合饲料就可以了 每次每只鸡 补四30到50克左右 保证正常供水 从放牧饲养开始 再饲养三个月左右 当云阳白羽巫蛊鸡 长到1.5千克左右时 就可以出来销售了 雪白的羽毛 清秀的外貌 还有那天蓝色的耳朵 云阳白羽巫蛊鸡不仅看起来养眼 更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近年来 云阳白羽巫蛊鸡的人工养殖发展很快 养殖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 这不仅加强了这一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发展 也帮助更多的养殖部门 等上了致富之路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想查阅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